我說我沿著捷運有三支進來的計劃 第一支是兒童樂園 第二支要做什麼呢 我覺得人口還可以再增加 但是小朋友照顧到了 老人家也要照顧 我會做一個樂活存 第三項是為你服務的 哎呀呀呀 我聽到了 為你服務的 你要聽到 我要做一個自媒體的育成中心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486惠客室 這是我們非常少數出外景 今天我們人在哪裡呢 在桃園的爐竹 的哪裡呢 我岳父家 各位也可以看得到我身後呢 其實我並沒有特別去邀請 但是就來了很多我們這地方的鄉親 為什麼這些鄉親會來到這裡呢 因為大家就來支持誰 鄭韻鴻 來韻鴻跟大家打招呼 應該是第一次出外景吧 對 第一次出外景 而且是我建議的對不對 真的 我們老大出後人 是 出一個486惠客室 後來出市場這樣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 那當然時間也很難得啦 因為隨著選舉時間 只剩那個八十幾天而已 對 那我們今天也邀請到韻鵬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今年全國的這個選舉喔 桃園是最曲折最離奇的 是的 的確 是的 沒看過這樣 原本喔 那個韻鵬是幫這個 治監 在抬轎 當總幹事 對對對 那抬著抬著 當然因為一些原因嘛 結果那個現在韻鵬就決定好 那那個出來承擔這個責任 然後呢 那個這一次的這個選舉呢 哇這個張善鎮先生呢 原本喔 那個道貌黯然 在斥責大聲的斥責喔 這個什麼 什麼 論文的這個事件 成績 結果更大的一個爆料 是最近這幾天呢 爆出了一個 他之前幫政府做了一個什麼 什麼建議案呢 一個這個案子 拿了我們國家納稅人 五千七百多萬元 五七三六萬 五七三六 你看看 諾貝爾 這個得獎的獎金才 才有三千多萬 兩千多萬 兩千多萬 你看他等於拿了兩個諾貝爾的獎金 那這個東西 他難道都不用說名牌嗎 他難道就只是說 對於這個 大家這個就是說 這是政治的抹黑 這個是以前的事情 那韻鵬你怎麼看他這一次的這個 這不管是道德或法律 他這個事件 我們先講一下 這桃園的市長選舉 本來就是我的責任之一 不管在什麼角色 那之前幫文燦 對 然後前一段時間幫智堅 對 這也是為了桃園 我認為說 下一個階段桃園要更大嘛 也可以有新竹的經驗一起進來 因為你做這個國際貿易 跟這個全世界你看得很清楚 其實台灣現在 全世界對台灣有需要 所以這個大家講說這個 護國神山 護國群山 如果這麼多山頭要照顧 新竹跟桃園有更進一步的合作 其實才是應該的 選舉也很現實 就發生了這些波折 由我來承擔責任 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本來就講說 我會支持任何可以黨選的人 但是要我選我也會黨選 所以我覺得既然責任來了 那我們就搭起來 大家也放心 再來就講這個張善政先生 因為他也是我台大主務系的大學長 但是選舉我本來是 我們學理工的總是有點 做事情會有點 太眉眉角角 我們比較重原則重分析 鄭文燦市長也是理工的 他太大奠基 很多人以為他是社會戲劇 他後來念了兩年 再轉系 所以他大學好像念了五年 六年 他就是喜歡社會科學 做事情 我覺得 你張善政先生 你以前怎麼講智堅 我認為很委屈 也沒有關係 從政嘛 對不對 大概有時候 選舉就很行 你會被扭曲 會被抹黑 會被怎麼樣 我們就 這個進廚房就不要怕熱 也沒有關係 沒想到來得那麼快 就 張善政你當洪基副總的時候 那可能有業績壓力 做計畫主持人 洪基也相信他的能力 就是說他也在台大教過書 對 那想說 不然你來主持一個 農業方面的這個研究案 很少研究案是5700多萬 你去看對人家講說200萬了不起 好 到時候都靠這個 拿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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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那才來把自己的那個 不管是研究也好 然後或者對學校有一些財務上貢獻 都這樣這個幾毛 是啊 5700已經不可思議了 農業了 而且那個時候 紅基跟農業的關係沒有那麼深 那5700多萬一定是非常重視 結果你看看那三年一年兩千萬 那裡面報告 你抄農 抄農委會的 農委會我找你來抄我的東西 嗯 那好像還有抄別的機關的 然後也去商業週刊大家知道嘛 嗯 他跟抄來不說 這根據商業週刊想說 哪一個案子 其實是一個農業電子化啦 農業電子化資訊化的一個案子 他要講說是商周的也我也沒意見嘛 他抄歐洲國家的 抄中國的 繁體字換簡體字就換錢 嗯 這樣講三年一年一千萬耶 嗯 那你會變成說 第一年沒看到 第二年沒看到 第三年六年結束 這樣5700多萬都我們納稅錢 那如果我就想說 我不會要求你退權 因為這違反人性 嗯 對不對 那但是你總是用你以前 怎麼質疑別人的論文 你現在怎麼質疑自己賺錢的手段 對 就5700多萬 那他現在講說 欸 他說我有一塊錢 有一塊錢進他的口袋 他就退權 那你薪水那樣的 對不對 你那樣宏稷的嘛 宏稷對政府拿嘛 然後這個不就一樣嗎 有一些節目上面有一些人說 你如果有出差 那個有報就算 嗯 我不這樣苛求 但是你也不要用說 那一塊5700多萬 他一塊錢都沒有 你那就是你的節目 嗯 你就要維護公司的聲譽 你就要維護政府要求的品質 對不對 沒辦法你投到博士去做研究案 東拉西檢 你自己可能還不認識 嗯 我們只用最低的要求是說 他們之前 有在罵我說支持之間嘛 因為開記者會說 我就在旁邊 我做中看書 是 之間有些不方便講 我講 嗯 我把所有證據都攤開來 網路直播 媒體直播 我們提供的資料 包含給律師 那個公證人去公證的資料 可以送法院 有效力的 全部都上網公開 啊不然用一樣的標準 因為你拿我們納稅錢的 納稅人的錢 5736萬 那你用同樣的標準 同樣的規格就好啦 對不對 對不對 也不會民進黨派人去給你直播啊 你這樣公開就好了嘛 如果沒有人要幫你 張善政學問那麼好自己講啊 嗯 對不對 那這個也應該嘛 現在 東拉西柯 閃來閃去 現在說要告我跟鄭文翰市長 嗯 你怎麼不是去告雜誌 那不是告 雜誌把你查 你就去甩命嘛 啊現在就他退二五八 嗯 所以他其實 我會覺得蠻可惜的啦 市長選到這樣 你上國的說別人的 有口說別人 現在沒有口說自己 嗯 對不對 那他就斯文掃地嘛 真的 對啊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對他來說 很多國民黨死忠的支持者 一點都不忠實操走啦 對 但是這是死忠的話 我講坦白話 因為不是所有的都這樣 但是有很大一群死忠呢 他也不會管這個 他罵民進黨的時候罵得很高興 嗯 輪到他自己的時候 他說哎呦 宏基有出名的說明啊 啊誰怎麼樣 廢話 宏基他是投標拿五千七百多萬 他總是要講一下嘛 嗯 但事實上怎麼樣 是要進入調查 張勝正要去維護宏基的名譽 哦 你看國民黨的你 那種 台狼辦會啦 貪污舞弊的啦 買票的啦 以前還有說私生活出問題的 還不是照樣連任 嗯 所以我就覺得 有些政黨政治 我不會認為說哪一個案子 就會造成 他就選不下去 但是你要求別人的 你這樣要求自己 這很公平 如果我發生這種事情 他也這樣要求 我也很公平 嗯 同樣規格就好 因為我們上個月 我們這麼大的陣仗 然後這麼大面對媒體 那麼多次 資料全部都公開 我們負我們的責任嘛 那之間坑丹最大的勇氣 他說沒有我拿 賣英雄就選了 我來我自己捍衛我的清白 那張三正先生我也沒有要你退選 你只要用相同規格 用鄭運鵬跟您之間的方式 把你這五千七百三十六萬案子 講清楚就好 對就講清楚 哪些複製貼上 有註記沒註記 註記在哪裡也沒有關係 你要還你自己清白 不是用告我的方式 你可以用告雜誌 我沒有意見 但是你可以用這樣方式 告訴他 我清清清清清 對啊 我覺得這個是他掌握他自己的啊 不是一告就沒事 對啊 對 而且這次的選舉 我覺得全台灣 我覺得桃園是最吊詭的是說 好像這個 這個張三正先生 他這次選舉 他好像也沒有提出什麼證件出來 然後呢 我們再來就是看一下台北好了 很吊詭就是中國國民黨的候選人 好像選選舉真的都這麼輕鬆 都不用做功課嗎 對不對 例如說蔣萬安 然後他提出一個什麼預約公車 對 然後什麼什麼電競的店家 那不就是 那不就是網咖嗎 對不對 然後他還好 那個蔣萬安講說這個兩個 至少他還擠進了 然後我就還想兩個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聽過那個 這次你的最大對手 張三正有提出什麼證件 我不敢說他那沒提證件 但是他對桃園沒有花時間去了解 沒辦法 不了解我是真的不會怪他 因為他畢竟才來幾個月 對 選舉他也不是在這邊 經過什麼樣的了解之後來 他是突然之間從 朱立倫主席從花蓮調過來 嗯 那所以他沒有什麼準備啦 因為他來的時候很突兀 事先不走漏說有這個可能性 嗯 然後桃園有很多在地的委員 他們也有興趣 好 那 再來 你中人這樣就走過了 很自然 哈哈哈哈 這個不要剪掉 這表示說我們在 真的在你們家裡面 好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說國民黨也有議員 辭了議員身分來到桃園 然後他們也有意表態 那朱立倫主席就是這些都不管 突然就一個張三政下來 張三政我覺得他夠分量 選過副總統 然後也是 就是也是在馬英九任期最後的時候 行政院長毛治果跑掉 嗯 他只有那個分量 只是朱立倫手段粗魯的點 那他來桃園之後我覺得 就他的經驗他可以好好的看這個市政嘛 可是他講到幾個我就覺得 是你的問題還是你團隊的問題 第一個 他食堂 桃園叫皮堂 比亞 以前桃園因為日本時代開始灌溉用的 挖了很多皮堂 最高的時候有四千多口 現在應該還有兩千上下 皮堂的利用是 鄭文燦贏得 2014年桃園市長選舉 很重要的關鍵 這個你記得嗎 你再跟大家講一下 那個張三政去抄了一個高中生的作業 他們的報告 他報告說桃園 他去寫說桃園失去了 300多個足球場大小的池塘 所以鄭文燦不懂得珍惜 提堂 然後他提了一堆政策這樣子 說得好像真的 其實他的研究 其實這個東西跟他之前的 5736萬的農業的研究報有點關係 他要說這個沒關係 結果我說 那後來鄭文燦市長說 哪有可能 我們保護皮仔保護到這個有名聲 很多國家也來這邊觀摩 那這是桃園特殊的地景 以前的灌溉用的池塘 蓄水用的 現在變成地景 甚至有一個皮塘文化公園 在巴德那邊 那張三政在講皮塘 你就講你要新的做法 公園化什麼我沒意見 他去說桃園失去300多個幾顆 後來文燦就說 這是高中生人家的報告 我們不會怪高中生 因為他們總是有學習過程 你用錯誤的資料也沒有關係 你被選起定位人 你至少查證一下高中生對不對 他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個 他去超高中生的文字跟數據出來 他沒有引用我是超高中生的 第二個那個數據不對 跟桃園現狀也完全相反 那他去把市政府的貢獻罵了一頓 然後提出他的證件 那對桃園市民來說 皮塘的使用跟保存是 鄭文燦跟以前國民黨 吳智陽時代最大的差別 差別在哪裡 文燦把它保存下來 我剛剛講公園化 讓大家認識這個皮塘 國民黨是利用那個時候 桃園開始要發展的 因為要有準備升格 航空城也要推動 他們拿這個來差點賠 國民黨實在的副縣長 小小的去賣一塊皮塘 皮塘幾個之後 劃進去的那個 航空城的開發計畫 馬上轉手賺了好幾千萬 這叫點池成金 點池糖變成黃金 提出可能賺幾塊 說這皮仔有價錢 可以賺我可以賺 是啊 收一四人 做那個水理會小組長 收一四人 這又有人要賠 不知道他們在想什麼 賠掉後 後廟棚就賠掉了 這樣吃提出的 是 結果張先生你至少也了解一下 這是你國民黨的痛 台湖原市民的痛 結果你拿來做證件 說鄭文燦都一樣吞吞去 這有用心 是 所以又超高中生的 又引用錯誤資料 還不知道這是國民黨 在桃園的 敗選的主因 你看不了解 另外我也參加過一場叫做 智慧醫療程式的座談 智慧醫療程式當然是很多面向 包含你的醫療設備 包含說你的那個 行動設備 包含隨身設備的應用 對老人家照顧小朋友 照顧什麼很多 他只說一項 他說他要推動那個 叫做 低劑量 肺部 那個 電腦斷層掃描 這個看起來還蠻厲害的 剛剛做幾項 說一項而已 兩點鐘說一項 要我查一下 這市政府就在做了 現在已經開始在做了 所以高風險族群 那他就 市政府就已經在推動了 你要擴大 辦理我也沒有意見 可以當證件 市政府人家是 某種程度是照顧這些高風險族群 包含說他們有家族病史的 包含說他的工作環境 一定有特別 那開始試辦 那你說我要擴大辦理 我覺得OK 結果我不是說 好像他的創建 人家市政府就開始做了 你自己這樣打包 打兩聲也可以 是 都擋作自己的功勞 沒貼在香港 我跟他說 這是市政府就有做了 你查一下就有了 我跟他說 你不知道說 這個有 有風險的人有多少 他要擴大到可能 這種機車族 然後他說 交通警察 路邊指揮交通 有風險 這個我承認 我也認為有 但是人家市政府也做了 對於這些交通警察 超過一定年齡 他就補助他健康檢查 對啊 他就整個好像把那個醫療資源 當作水肚頭開著就可以了 電腦斷層掃描 不知道你有沒有做過 有 不便宜喔 不便宜也沒關係 因為他說政府出嘛 對 但是排隊排很久 對 這個沒有錯嘛 那台機車要嗶嗶嗶 然後你也不是每個人 可以常使用 因為他還是有 放射性的那個風險 他就說 心態亂開啊 人家市政府有評估 什麼叫高風險 你要知道 不是說你在 你就對各種行業說 我很關心你 不然你就做這個 那就跟市府一樣 我讓你加 那個給你去做 健康檢查就好了 那就機票拿來就亂開了 錢好像 不是 錢好像不是大家六歲的 是啊 本來就不是錢 而且他也沒有顧慮到後端 人家你有沒有那麼多設備 那當然他可以簡化 但是簡化你又何必做到 講得好像說 哇這多厲害 這些東西都要層層 就是一環扣一環的 對 那我覺得很顯然他的 說他的幕僚好了 第一個他幕僚準備不周全 那一定要忽略市政府做的事情 他自己就帶著歧視市政府的貢獻 一定要挑戰鄭文燦 兩任沒做事一樣 我覺得這是他很大的問題 他應該還可以調整 大家說比較稍微的 你可以想一些 像我的證件 一開始 我這幾年 小朋友都在桃園國小畢業 是 那我就發現說桃園的確 年輕人口移入那麼多 捷運也一條一條在進行了 那在捷運周邊可以做一個兒童樂園 這是我的生活感觸 那我說你來我做一定有兒童樂園 這很好啊 對啊 沒有都可以去台北 對吧 私利的也很好玩 但是他們的屬性不同 對 大家民營的另外一個價位 另外一個不同的感受 但是公立的兒童樂園提供給大家 新北 然後桃園 然後 新竹 苗栗都可以來 甚至台中也可以來 對 這個我 市政府就沒拿過了 對不對 那即使我是延續鄭文燦的施政 我也有我的創意跟我的看法 對 那張燦燦看起來 到目前為止沒有讓我覺得 喔 他來參選有準備 在亞棟就是這樣贏 我們也會欣賞 他不懂欣賞我們 我們懂得欣賞他 只是到目前為止 我還看不到 值得我拍手的證監 我們知道就是說 那個鄭文燦市長喔 其實在桃園任內這八年喔 對 講句實在話 做得非常的好 那為什麼我知道 你很害怕 因為我本身你看 我就是桃園爐族 對 這就是五岳父家嘛 對 那我跟我太太結婚了二十年 然後這二十年來 你看我又處處路路 那我們後面很多啊 在爬啊 傑啊 大家都非常的熟啊 是 所以喔 我在這邊喔 我真的可以很感受到 很強烈的就是 那個阿燦市長喔 他做的到底是怎麼樣 那聽說你之前在做立委的時候 也是跟文燦市長也是有相當好的一個配合 因為你有時候跟中央啊 就一些 這個配合是一定的啦 鄭文燦市長2014上任的時候 桃園有六席區域立委 你猜民進黨幾席 兩席 三席 兩席三席 黃禮市長 兩席喔 李長 你覺得幾席 沒有半個 沒有半個 沒半個啦 真的假的啊 大家現在都習慣說 六席來這裡民進黨 繼續有兩席三席 對 市長上任的時候很辛苦 零席 啊 那我一年半2016來選了 那時候我們就 四席 四席 那現在三席 這樣喔 但那個時候文燦叫千千不應 叫弟弟不理 嗯 一開始因為他當選的時候 還是國民黨的末期 對 啊沒有立委 嗯 所以鐵路地下化 鐵路地下化那時候文燦說 啊你知道那個 吳智陽你要高價 那我認為地下化 因為桃園的人口 趨勢跟產業趨勢很明顯 嗯 地下化才不會說 你蓋了之後可能一百年不再登黨 對喔 就一條鐵路在那裡 兩邊後沾就很沒落嘛 對 所以它是最大的差別 那那個時候國民黨不決 他沒有決定 他說按這個差別這麼大 你如果決定讓你地下化 幫你補助 對吳智陽也抱歉 這我會理解喔 結果 張善政接了院長那三個月 最後那個 看守那個三個月 現在他跟他說 欸 鐵路地下化是我核定的 我準的 我告訴你 他其實也不準 他做兩件事 第一 桃園如果要地下化 總共一千億左右 你桃園要出八百元 哇 怎麼可能啊 總共出兩百元 大概這樣的數字 桃園一年預算多少你知道嗎 我曉得到 大概一千兩百億到一千四百億左右 你如果說八百元拿去 做鐵路地下化 差不多幾年三分之二的年份的預算就沒了 那當然攤體還是很吃重 是啦 這文燦說我是要怎麼做啊 就算說文燦說 好啦好啦我都出啦 八百元啦 他也不合准喔 他說如果你答應也要 蔡英文總統上任才合准 他根本鐵路地下就不講返了 就放一個舊頭我 你感冒沒有了 你感冒 我也不答應喔 你蔡英文答應喔 這樣 要是我做立委之後 因為我慢慢的做黨團幹部 在立法院比較有分量 嗯 我跟行政院溝通 因為交通部一直很堅持這樣 為什麼 因為他怕說以後 市長 市長請客中央買單 大家都在地下化 政府都打代替 就在了解啊 後來我去跟行政院講 我說這幾年我們要擴大內區 前瞻基礎建設預算 也是我們跟國民黨 打架打好幾輪來的 那現在擴大內區是對的 前瞻基礎建設預算也對 我說這樣啦 台鐵的西半部幹線 全部該高價都高價 該地下都地下 只剩桃園待決定 你看台中高價好像已經通車了 高雄地下化也通車了 那台南前一陣子 因為土地徵收的問題抗爭比較多 它也是地下化 新竹有決定高價跨過去 嘉義也是高價跨過去 西部幹線最熱鬧的 這只剩下桃園啊 桃園只要你答應我們 用高雄的比例沒有人可以比照辦理 行政院跟交部覺得對喔 他去修改了他那個財務的分攤辦法 我們變成兩百多 中央變成八百 八百多 倒過來 我們二百多 我們就省五百元了 省起來去做八項 從今天才有辦法做這麼多事情 所以我跟文燦的合作 這只是其中一件事情 應該是最大比的啦 如果沒有民進黨的立委在桃園 如果沒有像我們這樣做幹部 行政院願意協助的立委在桃園 那其實文燦有很多事情 把你拿就拿到你哪裡了 就不用你做事情了 所以這個合作無間 所以大的計畫 我不敢說細節 像陳文燦那個 這個黃金頭腦一樣 每個都這麼清楚 但是大的方向我們是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像換我考你試 你們長人這裡 地名叫什麼 地名喔 這個海山路啊 不是啦 不是說路名 地名路地 地名路族喔 這裡還有什麼 山坪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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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有一個捷運站 那時候要叫山坪還是山坪 大家有討論過嘛 現在叫山坪站 對 山坪站 我來桃園的時候 捷運沒辦法通車 蛤 為什麼 騎車騎騎騎騎騎騎 他已經蓋好了 蓋了五年 國民黨執政蓋好了 這個我不會質疑他 但是後來五年都在試車 衝到衝衝走去 後來後去就沒通車 那行車就撞車有聲音 因為上下坡很高嘛 في台北來 visitingNew Part 然後林口台地再下來 然後沒辦法殺車 殺不住 或者煞車的時候會會騎駛 就這樣創五年 張三正都在行政院了 以前沒辦法坐捷運來對不對 那個時候就是荒廢了一條 機場捷運在那邊 他土木專業的院長副院長張三正 他也沒有解決啊 也是民進黨來的時候才解決的啊 交通部長賀成蛋還帶團去德國 跟西門寺談判 說你來把他送得好 現在通車人家 他們沒有能力解決 我們解決 那為什麼我會問你這個 我來的時候我們三鼻站 那個時候其實放牛大家還蠻愉快的 現在你去看店 可能三四十個對不對 後面你不要看後面可能 都比你比較有錢 現在發展得很好 以前沒有幾個人知道如主 只知道南侃 現在連我們三角的地區 三鼻站在周邊 都是一個大的計畫 然後盧竹往大竹那邊去 中間有一塊 在中正路 有一塊還是在南竹斷好了 這樣說好了 捷運綠線現在已經改了 大家都看得到 那個路都條都起了 那一段也會都市計畫 所以整個盧竹以後不是只有難看 三角這邊 三鼻這邊也很發展 對這是真的 然後大竹已經發展過一輪了 中間南竹會再起來 你看路德邊這麼大片 對啊 所以改變大家都看得到 真的 那那個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運鴻 那如果你當選市長之後呢 你有沒有什麼 比較大的 大膽的 或是說 有一些什麼 比較特殊的想法 就是你的願景 對於桃園是什麼 因為 我為什麼這樣問你知道嗎 我們知道台北 我是就一直都住台北 那台北這八年 我們說真的 不是說我在寬柯文哲 可是這八年來 台北真的都沒什麼進步 然後我在台北我就看到 例如說 那個高雄現在 那個也是變得很熱鬧嘛 屏東也都變得很好嘛 對不對 然後桃園 新竹也都起來嘛 所以我就覺得 台北這麼既新 真的是 原地太多大的八年 台北老化很快 人出走也很快 是 然後最可怕就是那個人 流失真的是流失很多 然後我昨天才得到一個資料 台北市流失的那些人口集中在哪裡 你知道 桃園啊 35到40歲 你說搬到外面去的人 對 等年紀 是35到40歲 都流到哪裡 大部分都流到桃園 這是真的 我就嚇一跳 35到40是最黃金 就有家庭的這個年紀 還在拚的 結果你在台北你住不下去 然後就搬來桃園 那搬來桃園也沒關係 搬來桃園之後 你有沒有什麼一些想法 對於這個未來的建設 而且這個建設應該是想 一次就想八年的 這不是說一年四年 沒人這樣 現在 我現在要做 就不能過年了 是啊 你看桃園我剛剛講的捷運 如果你第一條捷運 機場捷運不通車 後面都假的 對 後面都沒了 那第二條就 也在如足有 有很大一段這個是 那個捷運綠線 是 綠線會一路通到 那個桃園火車站 桃園火車站 機場捷運會通到中立 以後綠線再接來 中立就變成一個環狀 哇 然後敗家趟去 對我們這邊 大園本來有站 再通到陽梅 然後從中立內立那邊 再往新屋跟陽 新屋 喔 大園這邊通到觀音 對 然後再從內立 內立這邊通到平鎮 然後拼到龍潭 然後再從那個 陽梅那邊拉過去 然後之後再往大溪走 其實這個錄網 我不敢說如果做八年 都完全會完成 我覺得動工好幾條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錄網加起來之後 以後 就不用羨慕台北了 真的 你台北的捷運 是對我國民好好去到現在 還是柯文就覺得 他可能比較爛 對啊 台北是一個停滯 而且老化的城市 桃園這麼多人搬過來 給我們機會 你當然要做到 你覺得說 我在這邊很 很幸福安居樂業 我的小朋友在這邊也有機會 所以未來有幾個大的方向 現在也在進行的 包含說航空城 本來是國民黨的土地炒作弊案 對 現在終於開始動工了 也剛好符合這一代台灣的需要 比如說我們已經變製造中心 全世界對台灣的需求 要跟中國有一定的分工 對 中國很高 所以航空城只要一開始進駐 桃園的人口就會贏過台北市 所以我們這裡都要準備好 我剛剛講的兒童樂園說 小朋友這條地方去 不用跑台北 對 那再來就是說 我沿著捷運有三支箭的計畫 第一支是兒童樂園 嗯 第二支要做什麼呢 我覺得人口還可以再增加 但是 小朋友照顧到了 老人家也要照顧到 而且不是我們在地的老人家 是我覺得雙北或者新竹苗地的老人家 也可以來桃園 我會做一個樂活村 大家要觀念要蓋一下 說我年紀大了 我願意去跟大家老朋友住在一起 美國人就這樣 台灣人比較少 但是這個樂活村其實在台灣有供給 像長庚就有 有 我會白沙信 那個很貴耶 對 白沙信 然後潤泰好像在 在那個 北海岸還是那個淡水那邊有 都要排好多年 對 所以我覺得桃園園這個條件說 我在交通方便的捷運周邊 然後大家合作一個樂活村 讓老人家或者雙北人的老人家 那太貴 我住不住 不然我來住在這裡 年輕人坐捷運 四十五分鐘就夠 你要來看 要回去都方便 這個樂活村 再把這些已經要進駐的幾個醫療中心 包含陽明交大 大大陽明 清大 然後 中央大學也想設置 然後亞東醫院也要來 這幾個新的 新的這些醫院 也可以在這邊跟我們樂活村的長輩們 會有一些新的醫療的可能性 這個很好喔 因為台灣 現在已經即將要步入高齡 超高齡 桃園最年輕人 你也要幫年輕人照顧長輩 真的 讓他們有一個地方人去 這又不是病院 病院還要做兩個 因為 長者的照顧醫院跟復健醫院 比較不會賺錢 對 所以我們會做一個 勢力的長輩的醫院 說老人比較難 比較容易理解 老人家的醫院 長輩的長照跟復健醫院 另外一個兒童醫院也不會賺錢 特别人要做 也要用市政府的力量做個 市立的兒童樂園 進兩項 這是假 第三項是為你服務的 為你服務的 你要聽 我要做一個自媒體的育成中心 你可以透過自己的節目 自己的know how 然後個人的魅力 你很會說 團隊很強 然後我們培養桃園在地的年輕人說 有些設備像沒辦法像今天那麼專業 對 他們有後面的觀眾 但是沒有這個技術 那幫做自媒體的育成中心 因為桃園是不但是製造業的中心 那我們也是北台灣的物流中心 這真的是 他如果要賣東西 通通出費就好了 不用成功 我們幫他借接 請那個像Google這種大的公司 來幫他們輔導認證 那桃園有這樣的優勢 因為自媒體不是每個都是電視台 這你了解嘛 真的 公司可能夠好 可能有一個一定的規模 但是就不是像電視台一樣 有人在經濟公司才不行 那桃園有很多的素人很強 而且我們很多元 我們這邊有 也有客家 客家也有客家的食品特色 他可以做客家打人 也有原住民打人 甚至我們這邊還有那個金三角 你知道嗎 以前那個 那個 不是元蘭 柬埔寨啦 金邊那些的那些 也在桃園很有特色 他們自己有商圈 這些都很特殊文化 可以透過自媒體的養成 大家變直播主 不一定是說一定要 一定要探討真的可以 也不一定要營運 要斷內 他們就會變成一個很豐富的內容 然後我們在桃園養成 其他地方如果來 其實他們也會在桃園 你說他現在沒辦法 我會落地生根 對 所以還有一個自媒體的預算中心 這是幾個在捷運周邊的 那再來我們要解決的是什麼呢 下一個階段 我跟你說一個 我下一階段要提出來的計畫 我們開始要搶工人 要搶工了你知道嗎 因為偷很好 因為我們 我們台商這幾年回流 跟投資了1700多億 有兩成3400億在桃園 慢慢在建草 有的先買地了 有的租廠房 有的開始要生產了 家裡工作機會一大堆 可是台灣缺工嘛 對 真的缺工 零件都缺工 各行各業都缺工 所以這個 我們現在要把這些缺工產 你不能一個廠房在那邊 睡不著嘛 台灣的青年也未必願意去 但我是希望全國的這些 有技術能力的 或年輕人都沒有關係 他只要願意來桃園 投入這個缺工的產業 政府給你介紹你來玩意去 譬如說做鐵工的工廠 或者加工的這些工廠 我們找不到工人 市政府給你補助 你做半年基本的 做六個月領七個月 領最低工資 但是你如果做到一年 是缺工產業的 我還給你三萬 嗯 還給你三萬 給你鼓勵你再缺工產業 沒去找沒人 放在那裡又靜待沒用 那如果你願意考證照 以及獎勵九千 甲級加兩萬一 三萬 所以這裡要在缺工產業裡面 不管你是不是桃園的年輕人 你只要願意來桃園上班工作 前面領多領一個月 前半年多領一個月兩萬六千四 這是昨天剛調漲的基本工資 對 做滿一年加三萬 這邊是五萬六千四 考完證照加三萬 等於是八萬六千四百塊 你畢竟做幾年 你可能幾乎幾乎 幫助缺工產業找人 而且對於年輕人 他的就業各方面 只要他願意做願意學 其實真的學歷並不是這麼的 在這個時代 晚一做你賺的未必 大學畢業 還是說碩士博士 而且很穩定 台灣其實並不是只有靠什麼 護國神山的電子業資訊業 台灣的製造業 製造業才是國立的根本 靠技術的 那我們希望說更多的人來 桃園的青年一定補助 外地的青年到缺工產業 照樣補助 哇 太好了 今天時間的關係 因為運鵬 現在這個選舉實在是 也是非常的忙 少下 對 少下 所以我們今天訪問就到這邊 當然我在這邊也希望 所有的桃園的鄉親 支持486的各位好朋友 年底的時候 除了把這一票投給運鵬以外 我們所有桃園的這些議員 民進黨的參選人 大家也都一定要讓他們 要上喔 這樣的話以後 那個運鵬市長 在議會裡頭要做的事情 才不會綁手綁腳 你說到這裡就這麼好 現場Live節目 這就直地有聲 是 說到議長跟議員 多好票 來 九郭議長 來 高票連任 是是是 國立華議員 盧竹一姐 你好 一起當選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我們今天也非常謝謝 各位朋友的觀看 如果各位對這一集有什麼意見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幫我們打氣加油好不好 感謝你 感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感謝各位 謝謝 剛才講太嗨 有一個我準備好的花絮 忘了放進去 好 這個是我從政二十多年 上節目二十多年 通告費最高的一次 這一次通告費 一百萬元 怎麼懂 謝謝486先生 加油 我一定贏 你放心 哟